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这道题是一个交通靠置问题 现在这里有一个道路 其实有很多段道路 每次都是距离3.5公里 然后红绿灯每两分钟循环一次 今天想要问是说 在这个速度要求下 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是转为绿灯 转为绿灯的时间是多少呢 两分钟 但如果今天用两分钟走3.5 那我这个时数变多少 3.5除掉这边是2.60 这个算出来是105 这个太快了 所以我们两分钟的间隔要穿越 其实不合理 这只在考虑什么 四分钟 那35乘上呢 四分之六十 那这乘起来 52.5 比50再大一点点 所以这个也不合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可以的就是什么 再用六分钟通完这一段 那这边得到的答案呢 就是35 所以这题的时数就是35 这里经过的时间是2k分钟 所以我们下一个人的带水 是4k分钟的带水 然后也用这个带水 然后我们下一个人的带水 然后我们下一个人的带水 然后我们下一个人的带水